房市就是每天固定会卖两到三张 只听到声音没看到人 难怪股东一头雾水 新光经股东会上 董事长吴东静全程躲在花束后面 就连上台也分座两段事 有些他现在要这么低了 是不是我们的研究人员 有机会准备要保守四十块工 尽管低调再低调 股东却不给面子 据传二零一一年吴东静指示 新光人寿进场 大局买进六千张宏达电股票 造成五十五亿元亏损 吴东静首次坦诚惨遭套牢 我也不信会要套牢 但是总体来讲 我们还是不是超过4.35%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会处理这个 HTC呢 我们也是固定每天卖两张自三张 就算曾经赚到七亿元 不过现在每卖一张等于赔九十多万 即使自身难保 却不忘找台阶下替王雪红说情 每一家公司遇到苹果 经营就困难很多 我们房地人的投资是应该很稳健 以我们青方做房地人的纪念 都买得很漂亮 股票被踩到痛处 新光经反而转向投资不动产 以歇为溢价标下南港车站 台中高铁站附近土地 释放好消息建立股东信心 三连新闻王明辉陈一杰台北报道